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有一只三岁的母哈士奇 班纳 她是一只服务犬 日前在森林玩耍回家后 主人惠特尼就觉得她变得怪怪的 一整个心神不宁 完全没有平常的活泼好动 于是惠特尼陪着班纳回到了森林里 班纳一路领着主人到一处 那里有一个看似被丢弃的小纸箱 走近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有七只被冻僵的小奶猫 惠特尼赶紧地将它们带回家照顾 其实两年前 惠特尼就曾经救助过小浪猫 当她照顾小猫时 班纳也是积极地帮忙照顾 所以这次班纳救下森林中的七只小猫 惠特尼并不觉得奇怪 而且如她所想 小猫们被带回家后 班纳的母爱大爆发 她会给小猫们喂食 舔猫 陪着她们睡觉 时时关切每只小猫的需求 完全把她们当成了自己的小孩般 细心呵护 原来并非哈士奇都只会耍CAN或拆家 她们还是有温暖又充满爱的一面 只是啊 没有机会表现而已啦 你家也有帅气 却没有偶像包袱的哈士奇吗 欢迎留言分享她们的搞笑事迹哦 我是狗妹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喜欢的 我们下次见 现在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